霹雳议会厅内国阵名联大斗法 议会厅外的执法人员和政党领袖还有支持者也是剑板武装 警方尽早在州政府大厦外逮捕了超过60个人 其中包括9名名联国州议员及多名政治助理 部落客以及一批身穿黑色衣服的支持者 不过警方随后已经在下午两点半开始陆续释放他们 在霹雳州议会召开之前 警方已经禁止民众在州议会大厦方圆500公尺的范围内集会 今天早上警方更是严密把关 一一检查所有进出的车辆和民众 不过由于发生强行闯的事件 警方采取了强硬的行动 并逮捕了多名国州议员 当中就包括了行动党森美兰州马口州议员张郭祥 陈湘州议员吴金才 马六角州爱吉乐区州议员邱培栋 许拉州联花院州议员李应霞和八肚国会议员蔡天强 除了州政府大厦外围 执法人员甚至连一些在霹雳州行动党总部楼下餐厅用餐的人士也都逮捕 不过警方已经在下午的两点半左右 也就是州议会开始恢复平静之后 陆续释放了13名被捕人士 当中就包括了民联国州议员 和八肚国可颜年与部 禁止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